老师在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Pepakura Design for Zida 是如何搭配我们自己的Eventor所学的 那各位同学就先开启Eventor 然后呢开始先画一个2D的一个草图 画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利用Eventor的挤出 把它挤出一个简单的一个立方体 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存成我们的图档 立体图档 记者我们要存成STL档 STL档 这个档案可以被指一大师 Pepakura Design for可以开启 好接下来我们到我们的桌面 去找到我们的图示 Pepakura Design for在这边 把它启动 这是第四版的 然后利用开启旧档 去开启我们刚刚储存的那一个图档 你把它按确定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设定它的尺寸大小 那不过Eventor都做好了 我们这边点OK就可以了 所以它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左手边 就是我们刚才设计的 然后我们点取上面的这个展开 就可以出现右手边的这个样子 你可以发现这里有一些粘贴片 粘贴片呢是可以去修正的 像这个上面刚才老师点的地方 你可以设计要有粘贴片 或者是不要有粘贴片 甚至更改它的一个形状 那像至于其他的功能 有机会你们就慢慢来摸 摸会了就是你自己的 其实像刚刚之前老师介绍的影片 不是我们这一次要做那个狗狗吗 像那个都是下载人家已经展开完的一个作品 所以呢 其实人家也是利用这种方式去做的 那既然你们在课堂里面已经用Eventor学的很好了 你们就可以设计自己想要的一个东西 好好把它学一下